以色列原本宣布 要為免疫系統差的患者 來施打第三劑的疫苗 但就在19號突然 他們改變政策了 宣布檢視過後 這個腫瘤科病患之後 發現化療的患者的抗體 仍然是維持在高水平 再加上打了第三劑 可能會引發副作用 不利於腫瘤治療 因此將不再為癌症5的病患 接種第三劑 日本從12號開始 對免疫系統受損的民眾 加打第三劑輝瑞的以色列 19號突然宣布改變政策 根據以色列的研究 已經打過兩劑疫苗的化療病患 目前體內抗體仍維持高水平 再加上接種第三劑疫苗 也會引發副作用 並不適合化療病患 由於以色列的第三劑政策 原本就只針對免疫系統 受損的民眾才打加強劑 看來以色列在WHO的炮轟下 已經不打算再和其他國家搶疫苗 而且兩劑疫苗在以色列 已經發揮功效 以色列上週末日增千例確診 但平均單日死亡數是兩個人 和疫情高峰期差很大 也證明兩劑疫苗 就能有效防死亡 另外日本近期疫苗 到貨量不足 但負責協調疫苗的行政改革大臣 河野太郎19號表示 不會再追加採購疫苗 因為先還有許多國家 都打不到疫苗 而日本已經採購到足夠的劑量 預計本月底應該可以達成 為高齡者接種的目標 記者回豬總共報導